恭喜自家会拿下的这一场比赛 这是在克鲁斯堡赢的第二场球打进了八强 咱们就从很关键的那局你打了68分 说说那局挺有意思 拿到赛点了 那个球打K完之后 然后叫了半天 然后叫了个黑球 然后我叫上去的时候 叫了个大角度红球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球我没有叫到 但是那个大角度红球 当时有一点点压力 不是来自输赢的压力 就是单纯的觉得那个球有点难打 然后没打进 然后他可能也比较放松 觉得好像我到赛点了 然后就劈里啪啦就打完了 但是最后一局那杆破白打的真的是漂亮 而且很有士气的 是的 就是慢慢拆球形 还是比较耐心 现在我觉得 打得比之前 你刚才的话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就差一颗球就可以已经打进霸枪 但是就差那颗没有打进被他反而是青台了 那你这个时候中间裁判摆球的时候 你就会想我现在可能已经应该拿下比赛了 我应该再做采访什么什么的了 但是我可能还需要再拿一局那个时候对你心里打击大吗 不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被翻不了盘的就是我觉得就慢慢打耐心一点就是不用太急就行了告诉我自己这样子 这场比赛是你打的第一场25局的比赛 横跨了三个比赛那整个打下来你是什么感觉 因为前面还有比赛还有资格赛 你打到今天是觉得疲惫吗 还是觉得越打越有劲越来越适应了呢 还是有什么样其他的想法 整个过程都很平静吧 就是当一个小比赛来打就是一个比赛日 然后第二天就是一个比赛日就是很平静 没有特别多波动 觉得当练球吧就是享受可服吧 就每次都这样 今天打比赛的时候练这张球台是没有比赛的 那边那么多观众也都在看着你差不多1000个人的样子 有没有觉得跟之前还不一样更激动了 跟莫菲有这样子的情况吧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更好 就是全场都看着我 然后就是内心会想着打得更好一点 就是这样想 在说下一场比赛之前 还是想让你再谈谈这个对手 米尔金斯可能在比赛中确实是给了你比莫菲那场更多的机会 对不对 是的 是的他是一种他是一个进攻型选手吧 然后打球节奏很快 我觉得他这个节奏还有进攻方式吧 就是如果状态差的话会给我很多机会的那种选手 但是打得好的话也很厉害 毕竟他也是前16 嗯 等到咱播出这个片子的时候 估计你的决赛对手已经产生了 如果是迈克杰尔的话你是有跟他交手的这个比较好的经历的 你能回忆起来当时跟他的机场比赛 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 当时的情况我跟他打感觉他好像跟我打的时候就是状态特别差真的是状态很差我觉得我自己打的也没有特别好就是没有发挥的很好就给他赢了然后我觉得他打市井赛发挥的要比跟我打应该之前跟我打应该好很多我觉得就是他打市井赛每次打的都还可以我看你刚才评价过他是一个很全面的很 很这个应该是很难对付的一个是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你想要提高自己也是就是说可以跟他匹敌的这种方面 我觉得我能跟他匹敌的应该只有进攻方面吧我防守应该是在在这次比赛里应该是算最差的那种我觉得是最差的那种就是防守端很差 但是我就是靠一颗一颗拼拼过来的我觉得 刚才圆圆姐跟我说了你最近回家的那件事 因为疫情这段时间你确实很长时间也没有跟父母团聚 但是好像过完春节之后威尔士之后你回了一趟家 对回了一趟去待了多长时间大概做了些什么 待了20天就在家里 然后跟我爸妈团聚 然后跟我女朋友玩了一下就一起一起就是出去玩了一下就没了 然后回来就很高兴就特别有状态 嗯是就是三年没回去还是很想家的就是 那最近几天父母有没有在家里面跟你说一些什么就是或者就我爸开了个球房嘛 然后全球房的人都在看我啊 然后然后就是打完之后也会跟我爸聊聊啊 就是他都会一直鼓励我但是他是我爸真的挺好的就是嗯 就是你跟几场比赛都是后半夜但是球房里全都在看 对很多人都在看都在支持我 因为我是就是浙江的然后本地的就是大家都都希望我能打得更好一点嘛 而且我第一次进克尔斯吧就打到八强 大家都会看然后感谢他非常好 谢谢